大家好,欢迎来到零点娱乐资讯 无心法师2在剧情的一开始,就是围绕着一面铜镜展开 苏陶陷入铜镜内的幻境中,最终在无心的帮助下台得以逃出幻境 苏陶的全家被害身亡也极有可能是因为铜镜 那么到底这个铜镜有什么用?为什么白川里想要得到它? 其实这面铜镜原本是白琉璃的法器,它专门用来收腰,偶尔也会用来收人 而当人被铜镜收进去以后,都必须要经过一番考验 如果合格了的话,那这个人便会成为这个铜镜的主人 而白川里也有一面铜镜,它就是利用这个铜镜来控制妖物 白琉璃和白川里在交手之时,因太过轻敌而被服 不过因获得服意外发现了铜镜的秘密 其实想要得到铜镜无外乎两个目的 一是毁了正面它,以便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在无后顾之忧 而另外一个目的,则是力求控制正面铜镜 以用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白川里想要铜镜无非是想要借用铜镜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所以无限设下了局中局,毁掉了他手中的铜镜